一眼看過去公園綠遊有一片大朋友帶小朋友來放風跑跑跑 但誰會想到草皮底下有個神秘空間 怎麼猜都猜不到華麗又雄偉的擺設 彷彿地下宮殿搭配上黃白色燈光有種說不出的美 這就是桃園龍山蹄塘生態公園 上池呈現一個碗工狀下池則用鋼筋水泥構成的聚紅池 仿造日本東京首都圈外鍋放水路設計 類似那種就是大的會館裡面那種泳池類的 看起來是有設計過的 原來早期是農田灌溉水路隨著需求減少才會變成排水用 被風大雨就會嚴重積水在107年設臨時聚紅池 到了109年的主體工程正式開始經驗完工 也首度大公開平時可是沒有對外開放 而成立公園的主要目的是 為了改善普興溪桃園大墜淹水問題 多了地下供電的聚紅池 能有效聚紅量約7萬立方公尺 能改善70公頃的淹水面積 還能保護15000人 這座地下供電不僅外觀造型 與一般聚紅池不同 連效能也達到預期重看也重用 TVB秀林鎮永私純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秀林鎮永私純桃園